今天是9月30 也是9月份最后的一个交易天 股市今早曾经有一点点的往上走的情况 尤其是指数一度是突破了10天线 我们先看看那个指数 早段行政指数先高开273点到23548点 曾经一度高见23780点 等于说在这一分钟相对昨天的收市来说 股市是上升了505点 也轻轻的突破了10天线 可是这个突破只是维持很短的时间 往后就是在反反复复这样子 又再进一步往下走 到目前为止大概3.4分左右水平 指数一度是低见23368点 等于说在这一分钟指数是上升了93点而已 当然今天是上升93点也好 上升5805点也好 就是一个技术上的反弹而已 没有什么表示的 因为成交方面还是不太足够 直到目前为止总的成交只有700多亿 说真的 这个星期一的成交金也只有933亿 昨天只有8858亿 今天到现在是有700多亿 反正就是成交是比较低迷 所以变成来说根本没有动力的 要是说在今早指数特别10天线的时候 成交是比较多的话 我想指数还是会有机会 有条件再进一步往下推的 可是偏偏就是没有动力 没有动力股市是很难推进去的 说真的 股市在23400 23500也好 要是在这个水平 到10月份第一个交易天开出来的话 那我们就想一想 要是10月份是一个先低后高 不要多 500到600点的上升的幅度 指数已经可以往上挑战2万10千点了 当然要是有500到600点的下调的话 等于说2万3的支持也会失手 所以变成来说 现在真的是看不清楚 唯一可以说的就是 市场的避险的心态 好像是有一点稍微比较偏高 所以变成来说 就算是一种新经济的股份 就是比较稳定也好 可是暂时来说 就没有太大的动力往向推 不过当然 腾信还是500块钱以上的股票 阿里巴巴还是260块钱以上的股票 美团点评还是240块钱以上 小米也是20块钱以上 虽然说新经济的股份 暂时没有太大的动力 可是全部是抓着这个高台的 相对低位来说的 这个一定是高台的整个 反而就是就经济的股份 大部分还是比较偏远的 这个是没办法了 那等于说 就算腾信稍微做好 就算是阿里巴巴稍微做好 就算是小米做好也好 也就是代表17.59%的股 17.59%的股 恒生指数成分股稍微做好 其他的全部还是油皮还是代元 所以恒生指数很难有怎么样大幅度上去 就是这个理由 还有美国总统选举在10月份要开始了 所以暂时来说大家要看看美股的表现到底是怎么样 要是美股出现一个比较大的波动的那个下行的话 香港股市也一定会受到影响的 所以在10月份最初这个阶段 不管它是上去还是下来 就是代表反复不明 毕竟那个成交经验还是比较低迷 所以暂时来说真的是看不动 既然是看不动的话 最好还是安兵不动 暂时来说就不要做太多的买卖 短线长卖不是不可以 做好风险管理就好可以了 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 点赞 你们 请 点赞 点赞 感谢观看